这个按钮 我现在如果直接按下它 它应该会 这个是输出公式 这个是清除 那这个是门号 OK 如果你这个按钮要重做的话 有几个方法 你就是第一个我是先 假设吧 这些我重来 把那个插入按钮的动作再复习一下 一 插入有没有 这个按钮 特别是从那个表单控制上的左上角 底下这边有个按钮 我是建议不要用这个 因为 用这个的话 比较麻烦 因为你还要在写一些层次 才能够按按钮 OK 那用这个的话直接 按下它 拖拉一下 多大以后你自己决定 你可以大一点 你可以小一点 没关系 那它会 拖拉的之后我会问你说 那如果按下那个按钮之后 它会帮你执行哪一个剧情 那我们就选门号公式 OK 那我习惯把上面的这个名称复制一下 按确定 复制名称之后为什么要复制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需要把名称再贴上 那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OK 那 接下来后面还有清除跟门号 那怎么做 其实一样的道理你也可以从这边再按再拖拉 不过 通常会造成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它可能就是大小会不一啦 比如说我这边这样清楚的话 当然你尽量可以把它弄得刚刚好大小 可是 其实 之前就有同学问说 老师我第一次做的跟第二次做的 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 但仔细看发现好像大小不一样 所以怎么办 有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拿这个复制 拿这个 因为你复制贴上的一定会一模一样 那可是问题你复制之后贴 记得 我不要放在他下面这边贴上 Ctrl V 或者你可以再移动上去一点点 你可以一模一样 可是名称也一样 怎么办 没关系 重新修改 按右键 修改它的指定句型 它这个是清除 然后把名称也复制一下 做什么呢 把这个名称改一下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它的大小会跟上面一模一样 名称不一样 再这样复制一下 再贴一下 所以我习惯了 先做一个 然后其他用 把这个拿来贴贴 然后按右键 重新指定叫 门号 然后把它复制一下 这边就OK了 所以这样输出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清除没问题 For I 其实清除就是For I 等于 第2列到101列 Nex 把 储存哥里面丢什么 丢两个空字串 有没有 清除还记得吧 所以城市撰写 就这个 有没有 回圈里面 放空字串 那其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个空字串里面要丢 什么样的 丢公式就放在这双以后里面 然后我们刚刚是什么 把结果丢过来 结果怎么丢过来 基本上就是 是什么 去串接什么呢 串接8 这个09 串到前面 然后再去取得什么 取得这一个放到这边来 再用串接符号end 串一个减的符号 所以这边会有个减的符号 然后在format 变成他 把这个拿过来 然后变成084 串到后面 再把这个拿过来 变007 串接完的结果丢到这边 再放到这边 因为我不止一个 会有 2 到103 所以这边就加个i 把这个列号全部改 用i来代替 他就会全部帮你完成 未来 只要你 某一个栏你需要做同样的事情的话 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写 OK 所以未来都差不多的道理 OK 好 这个是我们的 刚刚讲的部分的重点 把按钮加上去 然后再加这个 接下来的话 我要写什么 如果我今天要写的 不是按按钮 你会发现如果按钮的话 一定是sub 但是如果我今天需要什么 我之前有同学都 是我 比较习惯插入函数 我希望在这个函数 这里面的帮我产生一个函数叫 手机 那这个手机函数一跳出来之后 会跟我要三个资料 哪三个资料呢 就是这三个资料 电信业者 门号区 跟门号给他了之后 他帮我串接完 帮我把结果丢到那个储存格 这到底怎么做 OK 所以接下来跟各位讲 如果制定函数 我先清掉里面东西 首先特别 如果你希望在这个插入函数里面 会找到一个类别 特别说现在这个类别里面 没有使用者定义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 没有写任何的 VBA程式 所以这边不会出现 那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就是当你怎么样 在这边 特别注意 一样 写在哪里 写在 这个模组里面的最下方 那 我们刚刚都是写成SUB 特别注意 如果你写SUB是对应到按钮 可是如果说你要写成这个的话 记得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插入 程序 特别注意 请你选择什么 选择它叫 Function OK 它叫Function 我们把它取名叫函数 Function叫函数 如果自己定义的 我叫自定函数 所以这个名称 我是自己取的 叫自定函数 可能其他书里面不见得叫这个名称吧 有的叫函数 有的叫函数 反正就是Function就对了 只是翻译的名称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叫什么呢 叫手机好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给它一个名称叫手机 OK 然后Function 按确定 这个时候在你的模组里面就会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手机的这个方 特别重要你写这样 你在插入函数 你会发现 有没有使用者定义 有没有手机有 可是问题你按确定 它没有引述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没写完 只是说如果你有插入一个Function 它就会有出现那个东西 那你有两个三个四个 它就列个清单 所以以后如果你写很多 它就会 帮你列出来让你选 OK所以这个Function是量身定住 接下来怎么写 接下来有几个重点 刮户里面上面是保持空白 可是这个刮户里面 就是要跟使用者要什么资料 你 特别注意就是跟使用者要三个资料 哪三个资料呢 请你告诉我们电信业者 门号默码 区码跟默码 这三个C好了 这三个复制它 切过来请你在这个刮户里面贴上 然后呢 请你在中间加斗点就可以了 那加了斗点之后你会发现有三个 这个叫三个引述 这个叫引述 这个所谓的引述就是 跟使用者要资料 你给我这三个资料 那我们会怎么样 会用选的嘛 选这个 所以他会怎样 选这一个 竹尊格 他就会把11这个资料放在这一个 叫引述里面 就放在里面 里面就放11 那这个的话就84 把84放在这里 007就放在这里 可能是7 放进来之后 所以剩下要不要做什么 我们就是要处理 处理完之后呢 丢回给谁呢给这个手机自己这个名称 他的规矩 处理完丢给他 他再把结果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就完成一个循环 大概这样的逻辑 所以你用理解 不用背 因为这种东西说真的背也没意思 你怎么背你可能也许有些地方可以但是 以后我们就要活用 以后如果你要针对 类似的状况你可以自己写 好接下按个TAP键 怎么写 把手机放在前面 手机等于什么呢 等于 09 所以写法 跟刚刚有点像 只是说刚刚是前面是写哪个储存格 现在是 把自己的名称放前面 因为他将来会把 这个结果丢到这个 优标放的储存格里面 end 空一个end end什么呢 end 再来09 电信业 电信业者我们刚刚不是说 会选 选完之后放哪里放这里 所以接下来的话end什么呢 你就把电信业者这四个字 复制到end后面加一个空白 09 就是 我跳出来之后让他选 他选完之后就把 这个储存 整个f2的储存放这里 就11 然后这个 所以后面的话就空一个end 一个什么 减的符号 跟刚有点像 end end什么呢 end他又把 84放在这里 所以我打一个format format就格式化 钱瓜糊 然后呢把什么呢 门号区 我先把它复制过来 把它给我的84 够点 把它加一个000 双以后 后瓜糊 这样的话呢 意思说我把它格式化了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什么 门号末码 就一样的道理 把这边 复制 到后面去 把这个区码改成末码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然后把这个程式 这边改成末码 末 写到中文 末 OK 好 程式 就写完了 自定函数就是这一次 那可以看懂我 我大概写什么 所以有哪些地方要注意 一 插入一定是function 名称叫手机 二的话呢 后面加上你要跟使用者要的资料 我是从这边复制过来的 然后分别串接完之后 丢给这个手机自己本身放前面 串完之后丢给他 然后他又丢过来 就完成一个循环 然后试一下 有不要放这边 插入函数有没有放 有 使用者定义里面有一个手机函数 按确定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我们刮壶后面有三个东西 所以 他会自动把那三个东西 分别就列在这里 所以以后 如果你有一个 一个 就不用了 两个 逗点 三个逗点 四个如果还有的话 继续逗点就对了 那名称的话呢 不一定要叫中文 你这时候如果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用英文 OK没有问题 你该 喜欢叫什么都没有关系 反正看得懂 为原则 好 再来的话呢 我们一样 把资料丢给他 这个F2丢过来 放在这里面 是11 有没有放这边 这个放过来是84 丢给他 这个呢 放过来丢过来是7 那 最后的话呢 我们等于是 程式跑完 就会看到结果 有没有 就这个结果 那因为呢 他会放在这个 手机的函数里面 那就会再把结果丢到这个里面 这个储存格 就一个循环 OK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好那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按确定 向下填满 不过特别之后你这个向下填满动作也要自己做 那你有同学讲说老师可是问题之前为什么他这边 不用再向下填满 因为这个里面有写一个回圈 有没有 4net 这个里面有没有写回圈 这个里面没有写回圈 这里面只有做 很单纯的动作 就是跟使用者要资料 要完资料呢 把串接好的结果 丢到手机函数本身 再放在这个储存 所以你 最后也只能点两下 OK这个叫 自定函数 特别之后如果你现在动作比较慢的同学不用担心 这个云端上都有 我们刚刚这一段 门号公式 到清除 你Ctrl C 其实就是 哪一段呢 就是上面这两段 所以如果你刚刚这两段没有没关系 你就贴上就好 用贴的 特别之后你至少 刚开始写慢一点没关系 你用贴的没关系 当然记得 这个门号这一段 也可以贴 Sub这个 到 方弦这一段也可以贴 所以门号这一段在这里 附置贴 贴贴过去 或者这一段 这一段 有没有 方弦这 ped 头在这里,尾在这里 贴过去就OK了 OK,那请各位试一下 如果你刚开始比较慢的东西没关系 反正你就先贴 然后慢慢去了解 然后回去有时间 我是建议你就是再多花一点时间 再试着自己打打看 因为像这种东西一定要自己做过 而且是理解过 那以后真的不用背 像这种东西主要是根据什么 根据你实际上工作会遇到要产生的需求 你就自己量身定做 也就是说Excel里面假如没有什么函数 没关系 你可以自己把它变出来 这样的话我想工作应该就很流畅 比如你每天都用到 你就把它写成一个自定函数 Excel里面没有也没关系 你就自己怎么样 完完全全for你的工作 自动就可以把你要的结果 自动就丢到那个储存钩里面去了 OK 不过制定函数 我是觉得它跟sub比起来的话 一般还是 我询问蛮多同学 大部分同学还是用sub的机会比function来得高 主要原因是因为 把一键完成就好了 那function它比较麻烦 它变成你还是非得要自己插入函数 还是自己要点两下 可能我是觉得还是没有sub那么的直接 还有一点 function跟sub不一样 sub在按按钮 还有上面有箭头执行 那function的执行一定要插入函数 所以你写完之后不要像刚刚一样用sub一样去执行它 一定要到哪里呢 到插入函数里面找到使用的定义才能执行 因为之前蛮多同学写完之后 就按一下上面的跟sub一样 发现怎么会没有东西不会跑 特别是function执行的方法跟sub完全不一样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准备好了 3 5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